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六十二集 范大公子到访庆余堂是一件很大的事情 至于对于这个庆余堂这一大堆姓业的人来说 经赏终究是莫道 虽然这些掌柜们为王府官家不知道挣了多少银子 但依然还是上不了台面 所以极少有有身份的人会亲自拜会庆余堂 而在后援密室的会议上 当叶大掌柜说出范公子今日的来意之后 坐在圆桌子旁边的几个人更是打惊失色 有的人开始回想当年荣光 有的人却是面色惨白 想着宫里的狠辣 不用多想 范公子既然敢提出这条建议 那他将来一定会想办法将宫里说动 叶大掌柜看着其余的几个理事 周梅说道 就看大家的想法 我们一共五个理事 按老规矩人手一票 我两票 只不过老六如今在和范府做生意 所以请他过来提供一些意见 其余的几位掌柜将目光投向 胆薄书局的七叶掌柜 他低头想了想 然后说道 范大公子与二公子感情 比我们想象的要好许多 而且范公子此人看似淡薄 但实际上心气极高 大家也知道 他如今在京中名声大振 我看他日常行事 京四是没有将斯南伯爵的家产 放进眼中一半 而且日常交往人物 也都是静王世子这种厉害角色 叶大掌柜点点头 事情还早 但是我们要早做准备 由李氏提出反对意见 何必冒险呢 大家好不容易才保住性命 这些年过得也算顺心 也不算是冒险吧 毕竟这么多年都过去了 想来宫里应该对我们放心了才对 再说我们又不出京 身家性命都被朝廷捏着 另一个人摇头说道 我们只是些商人 又不可能造反 哪有这么多害怕的 唉 我还真想 重新接手那些事 想着就兴奋 好多年没有吹过玻璃壶了 当年我可是你们当中 吹得最好的一个呀 这句话似乎牵动了大家的美好回忆 七声哈哈笑了起来 有人笑骂道 小姐当年就说你是个大吹吹 那人窘道 我又不是你 当年就喜欢泡在肥皂厂里面吹泡泡 叶大微微一笑 举手制止了这些老不休的喧哗 说道 还有什么意见没有啊 第一个提出反对意见的李氏 听住了笑声 冷静地说道 首先要确认是功力允许了 这事我们才能做 虽然都想重新回到咱们当年起家的地方 但安全依然是第一要素啊 小姐当年说过 只要人活着 什么都好 叶大周眉道 范府当年与我们叶家关系极好 这些年来 监察院和思南伯爵 一向对我们还挺照顾 想来思南伯爵应该不会框我们 那个李氏 韩生说道 不要忘了 当年 李家与我们叶家的关系 不也是极好吗 最后 我们不依然是被他们框了 李姓 乃是国姓 李家 自然就是皇家 一说到这个 清余堂后园的密室里 顿时安静了下来 圆桌旁的几个人 脸上都显出了 很不安的神色 找及叶家救人 本来就是件急冒险的事情 所以范贤也只是打了个前站罢了 而且用给范思哲晴老师来当幌子 想来也没有太多的人会注意到这件事情 毕竟当他真正接手内裤的时候 已经不知道是多久之后了 在接手之前 他必须先证明自己有这种能力 在证明能力之前 则要先符合陛下的定义 陛下对于接手内裤人员的定义很简单 谁娶了林婉儿 谁就得内裤 虽然不知道 这皇帝舅舅 为什么这么疼爱自己的未婚妻 但范贤既然选择接手这门婚事 自然也就选择了接手这个挑战 在大婚之前 他首先要面临的是另一种挑战 太长寺邪律郎向来是个虚执 类似于某式的名誉称号 用来给那些将来的驸马们 一个比较文雅些的官职 只不过是个八品小官 却足够轻贵 最初庆国的规矩是封铜文管六品辞臣 但后来发现很多驸马们连手诗都背不下来 只好作罢 把规矩改成了封邪律郎 邪律郎在前朝呢 名为邪律校尉 掌管宗庙音律 皇家总以为这驸马们不会做事 哼几个曲子也算究竟 所以就这样定了下来 虽然是虚执 但依然还是要去太长寺报到的 所以这天大清早 范贤就愁苦着脸 坐着家里的马车 赶往了太长寺 在寺门口 正四品的太长寺少卿 已经来迎着了 这个排场呢 让范贤受宠若惊 赶紧下去亲热问好 和太长寺同仁们寒暄一番 才进了衙门 坐在小监房里 听着少卿大人讲解自己应该做些什么 这位少卿大人 乃是宰相一手提拔起来的人物 所以对范贤如此热情 也就很好解释了 只是少卿大人 以及朝中许多官员 直到今日还是没有想明白 宰相的私生女 嫁于范家的私生子 为什么一应规矩 却都是按公理规矩在办 陛下也许是太过宠信 林家和范贤 但在很多臣子眼中 陛下实在是太胡闹了 而知道林家小姐真正身份的人 却是打死都不肯说些什么的 范贤本以为自己是阴痴 不免要出些洋想 哪里知道 只是哭作了一个上午 灌了一肚子温茶 发现同事们也大都如此 只是手里捧着 宫里出的一两一份的报纸在看 茶喝多了 肚子有些胀 他叹息一声 学着别人也拿了一份报纸 然后进了茅册 报纸上啊 依然是花边新闻 只是陈萍萍已经回京 宫中编撰们 再也不敢胡周些什么院长的初恋故事啊 什么的 提着裤子从茅房出来 下意识地将报纸塞进内衣深处后 他才醒过神来 一阵失笑 这还是年前在丹州养成的窃报习惯 自己存的那些银子全靠这种手段搜刮而来 正要回去继续喝茶 呼听得房内爆出一阵狂喜惊呼 胜了 胜了 天又大庆啊 范贤心中一领 知道朝廷与北齐间的角力 终究还是以朝廷的胜利而告终 在这场傀儡诸侯国之间的小型战争之后 只怕北边啊 又会有些土地被划入庆国的势力范围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 严道之为您播讲的长篇穿越小说 《庆云年》 休息一下 欢迎您继续收听 屋内的官员们正聚在一起 看着底报 上面清清楚楚写明了 发生在北方的所有事情 不论是从及时性 还是信息丰富程度上来说 都比皇宫出的报纸要吸引人多了 更何况上面记载的 还是庆国胜利的消息 范贤苦笑着 从怀里掏出那张皱巴巴的报纸 在心里对文书阁大书法家 潘灵老先生说了声抱歉 便重新坐回自己的桌前 开始饮茶 旁人正在兴高采烈的讲着展示 没有人注意到他的安静 反而是少卿大人 看着他微微一笑 示意他出来一趟 范贤有些忐忑不安的走出门外 来到一处僻静所在 这里已经是院子深处 搁着一张石桌 两张石椅 少卿大人示意他坐下 然后微笑着问道 众人皆欢愉 君却独坐默然 不知为何呀 这位少卿大人 他姓仁明少安 当年呢 也是风流人物 后来娶了一位郡主 便一直安安稳稳地在太常寺里向上爬升 与范贤今日所面临的情况倒有些相同 范贤不确认 任大人是不是心伤某事 所以要来拉自己唏嘘 所以不好怎么回话 只是淡淡一笑 说道 朝廷胜这一仗乃自然之势 所以并不如何惊喜 哦 为何是自然之势啊 任少卿好奇问道 范贤对于军国大事 确实没有什么独到的见底 只得推诿说道 陛下英明 将士用命 北齐心虚 自然一战而胜 任少卿微笑望着他 说道 我这才想起今次两国在斗 倒是与范大人遇刺一事脱不了干系啊 反贤一争 也才想起来 此次庆国出兵抗齐元兆 其中一个借口 就是北齐刺客潜入庆国京都 意图谋杀大臣之子 想到北江之上的那些河畔枯谷 各州郡 龟中空等良人之父 范贤不知为何 心头有些发毒 叹息道 兵者乃凶器 圣人不得已而用之 他知道 庆国虽然成平十数年 但骨子里的尚悟精神 并没有消退 所以平日里很注意掩饰什么 但当着仁少卿的面 想着只是闲聊 所以随口说了句 仁少卿似乎很欣赏他的这句话 点了点头 虽是如此 但此次获地不少 庆国又有数年安宁 倒也值得 范贤不是一个酸腐的和平主义者 微笑承认了这个事实 任少卿继续说道 虽然战功尽归将士陛下 但是朝中为此事按照筹划两月 也算得上是担惊截律 范贤马上从这句话里 品出了别的味道 知道少卿大人是在说 朝中的文官系统 也未展示出了不少力 范贤毕竟有过两世的经验 知道打仗 终究打的是后勤 所以诚恳地说道 朝中诸位大人 也是居功至伟 任少卿满意地笑了笑 接着说道 宰相大人 与你即将成为翁婿 你若有闲时 还是要多上府拜问一下 才比较合适啊 啊 这是自然 多谢少卿大人提醒 范贤背后 一道冷汗流了下来 自己马上就要去玩了 却还没有去拜访过未来的岳丈 这真是有些说不过去 只是这应该是林府与范府之间光明正大的交往 为什么任少卿要私下与自己说呢 果不其然 任少卿轻声说道 老师希望你一个人去相府坐坐 不想惊动太多人 范贤 处然领命 第二日 朝堂之上 尽是一片愚美之词 军方受赏不少 监察院四处也因情报得理 受了明指嘉奖 不过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 护布侍郎思南伯爵出列进言 此次得胜 权魁宰相大人 担惊竭虑 先国事后家事 梳理后勤 粮草得利 视为大功 群臣喧哗 本不明白原本的政敌 为何今日如此和谐 但一想到两家的婚事后 顿时恍然大悟 更出乎众人意料的还在后面 本来一直是宰相内派的礼部尚书郭优之 却出言反对 如何如何 最最出乎众人意料的在于 陈平平上朝了 当陛下询问之时 他坐在轮椅上 轻声说了四个字 宰相辛苦 至此 原本借着吴伯安 与北齐勾结之士 不停攻击宰相的政敌们 一下子安静了下来 皇帝陛下下之安慰 林若府重新展纹了脚跟 而朝野上下都在传说 宰相因为与范家的联姻 已经倒向了二皇子 本来在朝中全无助力的二皇子 顿时成为了炙手可热的人物 没有人知道 这一切大事的背后 其实只是郁郁不得志的 这个太常寺 任少卿 与太常寺八品邪律郎 在院墙下面的一次闲聊 通过自己向老丈人 买了一次好 一次大好 范贤的心里稍微有了些安全感 虽然还是很害怕 宰相查出来 林二公子是自己喊人杀的 但总不像前两个月里那般 总躲着 太常寺的职势呢 不用天天去 只有一巡去点个锚就好 这天下午 范贤坐着马车 来到了皇室别院 如今呢 他与别院里的那位姑娘 这个婚事已经是全精皆知 加上范府出手大方 所以看管的侍卫们 都开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范贤和妹妹一同往里走去 并没有心情去看园子里的野花杂草 只是沿着石子路往小楼走 范若若有些惊讶 哥哥 你对这里的路倒是挺熟啊 范贤微微一笑 说道 啊 我记性好 你又不是不知道 心里 却是在暗笑 自己 十天里 倒有两三个夜晚 会在这园子里 穿进穿出 想不熟悉 还真是件极难的事情 可惜啊 按照规矩 他这位未来的郡主驸马 依然不能在别院里见林婉儿 只好坐在楼下喝茶 若若一个人上去 他也不急 反正夜夜都能见到未婚妻 不急在一时 过了一阵 确实下来了两个人 看见若若身后跟着的那位姑娘家 反显眼睛一亮 那位姑娘家 眼眸清亮 眉毛略有些浓 却并不显得粗鲁 反而很精神 正是京都守备大人 叶崇的独生女 叶灵儿 叶灵儿看见有个陌生男人 等在楼下 略有些奇怪 反显一时微笑着起身相迎 拱手道 叶姑娘 需求不见了 话一出口 反显就知道事情有些不妥 当时自己见叶灵儿的时候 是化了妆的 用的是大夫的身份 今日呢 却是摆明身份来别院探视 开口一句 许久不见 只怕叶灵儿晦气一心 出乎她的意料啊 叶灵儿只是淡淡地看了她一眼 屈身一服 说道 见过范公子 简他知道自己的身份 又不惊奇自己先前说的话 反显知道 一定是婉儿向这位闺中密友 将二人交往之事说了出来 微笑说道 婉儿多亏有姑娘相陪 病榻之上才不至无聊 范贤在此谢过 叶灵儿 神色冷冷地说道 范公子 范公子客气了 范贤见这女子似乎并不怎么喜欢自己 也不如何恼怒 她可不认为凭借自己的漂亮脸蛋 就可以让全天下的女人都对自己抱有一种天生的好感 所以只是微微一笑 再行一礼 转身对若若说道 问的事情怎么样了 范若若玩耳一笑 你就急这个 林姐姐说了 范贤忽然摆摆手 微笑道 自己家里的一点事情 还是回家说吧 请不吝点赞 转彩和打赏 本集故事就到这里 感谢收听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